你跟他讲还没下来 大家下午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直播 礼拜一的下午五点半直播 今天我们会浇三道菜 今天会浇蒜蓉炒奶白 然后麻坡豆腐 这个就是都有煮过的 只是想要吃 还有一道是沙拉 七星般愉快 大家盼望好 下午好 帮我们分享 点赞分享 刚进来的朋友 多多帮我们分享 让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在直播 而且还教三道菜 谢谢Coco的五十个欣赏 谢谢你 我发现Coco生夜厨房很少看 是吗 Coco是很少看生夜厨房 是吗 小弟有注意到你了 小弟有注意啊 OK 下午好 下午好 OK我们今天要浇三道菜啊 三道菜 蒜蓉炒奶白 然后麻坡豆腐 跟 跟 骑心 愉快 班 sorry 是 杀热 骑心 鱼 骑心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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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心 好 喝奶奶 好 肚子饿 喝一点奶奶 喝一点奶奶 什么来的 这个是 奶啊 用奶 OK I like麻坡豆腐 and salad yes we later we will teach you how to do 今天的菜非常好吃 开胃又简单煮哦 那么重要是简单煮 一般上呢 在酒楼的麻坡豆腐你 我没有看到他们讲煮哦 你是很难会煮煮出来的 因为麻坡豆腐比较特别是吗 啊没有什么特别啦 只是呃自己喜欢吃的啊我会有常煮啦 麻坡豆腐就是一个很下饭的一道菜啊 嗯 ok 下午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大概有什么材料 ok 这个是for什么的 蛤 这是给 麻坡豆腐了 麻坡豆腐的 我们有香菇 蒜 辣椒 红辣椒 然后 姜 姜末 跟青葱 ok 来我们看这里 还有一些肉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呃这个鱼 细心斑是吗 细心斑 那么我今天用的是 呃用用这个 airfryer来做 哦今天要用airfryer来教大家 我们先拿一个热度 烤一下200度 先 我们就是 为什么要先热 啊 热一下我要放一点油下去 airfryer需要预热的咩 哦不是预热的 我要你 铁盘哦 哦我们的铁盘啊 啊 要放一下你的油下 你给它就 ok我们先要热一下我们的铁盘 对 放一个油 就放一含石油哦 I love any kind of tofu especially fried tofu 对 豆腐其实就是 豆腐其实很好吃的 很好吃 不管怎样很韧 其实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一般上我们吃饭 叫家常菜 对啊 就是一般上他来的时候 他说 去餐厅他问你要吃粉面 还是吃饭 说我要吃饭 第一个他就问问你要不要吃什么鱼 海鲜 先介绍海鲜啊 鱼啊 鱼啊先介绍 然后鸡肉猪肉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豆腐 豆腐是 就是家常变化的 肉之后就会介绍豆腐 对对对 就是你到餐厅就是这样的 他一开始的时候会介绍鱼 海鲜内的东西 嗯 那么鱼香啊 那么再加来就是肉 然后鸡肉啊 还是猪肉 或者零肉 什么肉 对 那么再下来的时候就是 诶 想要吃的就是可能 要叫些豆腐吗 把低音声音很小声 你的麦克风夹在你的衣服 不要夹在那个 微裙 夹在衣服 夹在衣服不要夹在微裙 哦就是换高一点了 嗯 OK 谢谢Piquanmark的75个欣赏 感谢你 Coco跟你讲 他为什么没有去看生涯厨房 是因为他都在喝家人吃饭喝酒 哇 Android Android 对享受生活 这个是要 人要 人要有一些 那么人要讲 人在呃 表弟喝什么 表弟喝奶 喝奶 OK 那么现在我要做了 就把这个 这个 鱼鱼麻干了 现在我们的 这个 七星斑啊 擦干 这个七星斑里面可以去米姑都买的 像现在有 现在有切了一片 很好了 你可以整条买 一片一片这样切好的 米姑都可以跟米姑都整条买 买回来的时候 它就很新鲜很美 今天表弟没有穿蓝衣的 对啦 他今天故意不穿蓝衣的 太多人讲了 刚才我下来的时候 我跟表嫂讲 哎呦 我要穿蓝衣啊 等一下人家又讲我了 我今天不要给人家讲 我穿黑衣 对不对 也是跑步的衣服 这要跑二十一公里啦 跑王的啦 表弟们喜欢穿马拉松的衣服 不是 因为这种衣是 第一容易洗啊 嗯 容易洗 第二是不用胖 这种是 呃 运动衣嘛 他不要 呃穿 就是不要做那个 透气的那个 材质 这个衣是没有 没有味道的嘛 让我们 我 你可以用 用狗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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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腌一下 稍微腌一下 这个sauce wheat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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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下 OK 我们稍微给他有点盐 不要太多盐 这个新鲜 因为这个不是饮鸡 鱼啊 所以我们就是给他 OK OK我们撒上那个盐菊粉啊 嗯 谢谢Ktry的 50个欣赏 谢谢Ktry啊 谢谢你 OK这个鱼 我们稍微是给他 擦擦一下啊 擦擦一下的时候 我们就 给他有点咸味啦 因为你可以放盐 如果没有饮骨盖盆 你可以放点盐 少洗的盐 没有饮骨盖盆 可以放点盐 少洗的盐 对对 请问这些菜 是谁先预备切的 我自己 当然是表弟了 有时候比较少 有时候比较少 会帮忙 一般上他会帮忙 为什么一定要用盐菊粉 不过你可以放盐 少洗的盐 也可以放盐 其实盐菊粉跟盐 都差不多一样 但是盐菊粉比较香 对比较香 有红椒味啊 有什么 他已经有比较特别 调味特要 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Rainbow fish OK OK 我们就放一点 生粉下去 生粉啊 就是什么 就是木薯粉 也可以啊 什么粉 玉米粉也可以 对对 就是我们要去 放一点生粉 给他炸一下 是吗 对 谢谢 这是Moy Entra的75个欣赏 谢谢你 这个是稍微是给他有点 有锁定他的一个肉汁 是哪一位主播声音亲切 来我是米奇的弟弟啊 你一定是很久没有看礼拜一的直播了 要来要来 像礼拜一直播 基本上是我会来当主播 今天我们复习我们的菜肴 复习回 这三道菜你都教过是吗 还有教过了 都教过了的啊 今天是复习回去 但是我们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鱼啊 用来煎过去来煎的啊 对 第一次用Air Fryer来煎 一般上 在Air Fryer你在那里烤的话 一般上是 五分钟这样的啊 这样油就热了 我们现在不是在预热啊 我们是在把那个铁盘弄热 弄热 对对 煮盘煮熟那个铁盘 对对 那铁盘有放一点油了 你看这样烧啊 这铁盘油热了齁 对啊 换下T恤颜色是对的 不要开播就看到蓝色的T恤 看腻了是吗 对 OK 你可以啊 把这个啊 皮向上可以啊 对 我们的鱁 放下去 皮向上 对 对 谢谢嘉峰的75个欣赏 谢谢大家的欣赏 我应该要谢谢 如果你们有免费的欣赏 也可以多给我们啊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欣赏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那个 啊 流量 流量 对我们的流量会提高 大家就会看到表弟的直播 这个啊 OK 我们鱁都 鱁皮向上 嗯 这样子放在我们的 airfryer 啊 喂 这个鱁就是 我用鱼宝的盐焗鸡粉 都可以都可以 什么可以 你可以放盐也可以 所以喷一点油下去啊 放到零点 擦一点油下去啊 可以我们喷一点油 在鱼的表面上啊 对对对 嗯 来 我们现在放进去烤箱 就是放我们的 airfryer 嗯 放进我们的气炸烤箱 对 放进去 放最高层啊 嗯 最高层 嗯 我们放200度了 我们放15分钟 15分钟 200度 你这是210度 200 OK了 OK 15分钟 200度 15分钟 我们等一下去烤 我们不要理它 等一下去气炸 这样我们就是 过去如果你要用油炸的话 就是要乃去煎啊 就是 这样是比较简单 如果你没有气炸烤箱就是 乃去煎咯 纯粹去煎它 OK 来现在我要做的第二道菜就是 麻婆豆腐啊 麻婆豆腐 那么菜是 菜是最后炒 不让菜炒的时候 它就软掉 就不好吃 出水 嗯 所以我们就是step by step啊 如果你也跟着做这三道菜的话 先做鱼 嗯 然后做麻婆豆腐再做菜 菜是最最快炒好的 每一次啊 每一次煮菜的就 OK豆腐就敲敲一下 给它空气跑进去啊 给它空气跑进去 那个豆腐就 好 摇摇一下 那么就拿出来咯 哦 OK 原来是这样啊 有时我也是弄得不美 好 我们的豆腐 来看奖切 OK 就是我们都开二咯 开二 先二啦 开二 这里开 这里 中间 中间 OK 就是开 其实它都有已经有线条了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OK 就像这样咯 就这样就可以 可以 请问怎样知道有免费的星星啊 啊 你按那个 送星星的那个 button 如果它有写一个free的话 就是免费的星星啊 我曾经好像有拿到free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有些是没有的 OK OK 它会有免费星星是让你给你知道 欣赏是怎样的感觉 对 瞧瞧它 你这样下去 它空气跑进去对不对 这是科学原理啊 空气跑进去了 对不对 让每个地方都有空气 对空气跑进去的时候 它就松了嘛 你松的时候你就倒出来 就可以了了 表记 全部炒菜炒出来的 我说做gym的啦 以前做gym 做到受伤了 做到受伤 MCO前有在做gym 这个是开四段咯 一样啦 OK 我们的豆腐就是切块了 切块 这样子就是很漂亮的方块形状了 OK 这样我们要煮了 锅洗一下 先洗一下锅 做菜很简单啊 主要只是你的一些准备的材料而已啊 主要是磨 我们再看一下有要准备什么材料啊 OK 麻婆豆腐主要的材料是有 香菇 香菇你大概多少 这个是 这个四朵 这个是 四朵香菇 如果你有 如果你可以蒸 如果这个是 用新鲜的 新鲜的冬菇 新鲜的冬菇 冬菇还是 是新鲜的冬菇 冬菇来的啦 OK 我们是新鲜的冬菇四朵 然后青葱几个 青葱 青葱 这个是青葱头 青葱头 还有尾啊尾就是 这个尾是在这里 尾是在这里 尾是在这里 有点葱头葱白啊 葱白放在一起炒一下 葱白啦 这是葱白啦 OK 然后我们有姜末 姜大概多少 OK 姜20克 20克左右 然后红辣椒咯 一条咯 一条 你要放两条也可以啊 然后还有蒜 蒜 蒜米你几颗蒜 半颗蒜啊 蒜米一汤匙 一汤匙的蒜米啦 OK 谢谢罗修雷的75个欣赏 跟伊林耶的75个欣赏啊 谢谢你们大家的欣赏 OK 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我们把这个豆腐汆烫一下 先汆烫啊 先汆烫啊 OK 我们热过了 加一点水 OK 就是热水去汆烫我们的豆腐 明天我准备了我的家庭 哦 OK 可以啊 跟着我们做就对了 好久没看直播了 每次都看重播 欢迎 欢迎你看直播啊 现在终于跟到时间了是吗 哎 帮我分享了没有哦 你们一定要分享这个菜羊哦 你们分享出去嘞 就是说 就是在你的平台里 在你们的这个 嗯 如果你要找菜的话也容易啊 方便啊 因为这个菜是很好 今天菜是要很好吃啊 谢谢 是这样念吗 75个欣赏 谢谢你 谢谢 对 来 请问表弟是可以用干的豆腐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对 我刚才没讲 可以用干的豆腐就比较香咯 比较香 对 干的豆腐 不过你要正啊 刚才我家里开都没有干的豆腐 啊 但是我用完了 Why must rinse the tofu 是讲为什么要去汆烫豆腐吗 其实真正啊 如果是酒楼的话 我们豆腐是拉油的 哦 拉油 拉油的豆腐就 就是给它滑身 拉就是 拉油啦 对对对 那么我们今天用汆烫的 主要目的 把豆腐汆烫一下 因为豆腐是包装嘛 怎样它是包装 购买一些啊 对 就是包装的 还有豆腐的那种 臭味道 那种包装味啊 嗯 所以你稍微汆烫一下 主要也是比较干净一点啊 OK 汆烫一下外面买来的豆腐啊 就是因为包装 因为包装它里面有水很久嘛 嗯 所以你一定要洗掉它 你没有汆烫就要洗 好 稍微汆烫它就可以了 请问铁锅是什么牌子 来 铁锅是表弟自家品牌啊 嗯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联系后台 OK OK 表弟的牌子来的 这样就是 汆烫了 我们就 直接 等它锅热 我们就可以煮了 啊 锅热了就可以 对 那煮这个菜肴啊 你要懂得 的一个 程序 如果我们程序不对的话 顺序 顺序 你不睡的话 你的整个菜肴煮到 呃 豆腐睡到完 啊 睡到完 来来来 小心 好 我讲是豆腐睡的 嗯 洗一洗 OK 来 我们需要先 从什么 什么 OK 现在我们热锅先咯 OK 来 来我们先热锅 然后 要 准备炒 我们的麻婆豆腐啊 热锅 对 这个顺序很重要啊 大家一定要 看着我们的顺序跟着来 第一个你把这个豆腐 汆烫了 嗯 其实你就准备了 那么我们就煮这个酱料 煮这个 这个肉碎 肉碎 煮完了咧 那么 如果 先煮酱料 再煮肉碎 嗯 对 在炒了的时候 你豆腐才放下去 搅一搅就可以了 好 豆腐是最后放啊 对对 OK 我们豆腐最后放 那我们先 炒我们的酱料 嗯 OK 来 嗯 小弟要先把 青葱的那个 刚刚不好听弄到的水 滴干 OK 炒烫了就不需要再炸了吗 不要不要不要 炒烫就不用了 如果你没有炒烫就拉油也是可以 拉油一下 不是油热上放那些 拉一下就可以了 拉一下就好 那么我们一般炒烫它就不要了 嗯 不需要了 好 那么这个锅 这个锅一定要热啊 锅热我们放油 给锅热放 两勺的油 油给它热一下 OK 再给油热一下 对 今天我们用的是 豆瓣酱啊 豆瓣酱 对豆瓣酱 来 我们用的是海天牌的豆瓣酱啊 嗯 我们要有个花椒 就是花椒 花椒 花椒就是麻辣的部分 对 上次我花椒在 在那个药材店买好贵啊 来 我们发椒啊 来 油放下去 油稍微热一下 对 给它有 你看什么叫有油纹啊 锅啊一热的话 有那种线条 给它有线条的时候 你的锅就不会去 大家有看到吗 那种油纹 油纹 有一点线条 对对 就代表油很热了 当然我们就会放多一点油下去 啊 我们主要目的是 不要 因为我们 肉碎啊 肉碎啊 肉碎是水分的嘛 嗯 你放下去会七台啊 会 贴锅 贴锅 对 来我们放姜 先放姜 爆香姜 再放蒜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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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辣椒 给姜 蒜 辣椒 我们先爆香这个 这个你可以啊 芭蕉要在哪里买 啊 药材店可以买 这个那个啊 药材店都有卖了 药材店都可以买得到啊 药材店也可以 我们把这个放下去 青葱香菇也跟着倒下去啊 爆香之后 你们可以放啊 油要多一点少许啊 油可以多一点啊 将来我们就把这个肉碎放下去 肉碎 肉碎 肉碎如果有 有一点肥的最好啊 有点发露啊 有一点肥的 有一点肥肉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瘦肉来的 你看锅一热的话就不会连底嘛 如果有一点肥肉的话就不会连底嘛 那不用放太多油是吗 呃 油还是要 油还是要 因为这个是 因为你上面有美美了就是 OK 这个 豆瓣酱 豆瓣酱 你这个豆瓣酱 你看到你要多 一般上我就放两汤匙 两汤匙的豆瓣酱 麻婆豆腐其实就是 哇 可以一大口 然后配很多的饭 其实我们做后啊 其实我们这个来我们放一起 放一个 150克的水 大概 150克的水啊 200 200ml 200ml的水啦 就大概两勺啊 两勺 两勺 两勺的热水 哇 你看那个颜色已经差不多了 好 OK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调味 开始调味 调味 对对 调味 然后放 呃 酱油 好 一点啊 这个黑酱油 黑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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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个 调个颜色啊 不要给它太 太 黑酱油是几汤匙 这个一茶匙 一茶匙的黑酱油啊 嗯 一茶匙的黑酱油 OK 可以看一下花椒吗 来OK 你看一下花椒啊 花椒还没有放下去 花椒还没有放 幸好你提醒了它 这个什么 圣天牌的花椒啊 嗯 我不方便倒过来给你看 来你放糖是吗 糖OK 两茶匙 两茶匙的糖 鸡精粉一茶匙 鸡精粉一茶匙 来肉碎多少 需要腌吗 肉碎没有 没有腌 这个是两百克 两百克的肉 对啊 来我们放酱油 用五花肉吗 五花肉最理想 五花肉最理想啊 嗯 不过我们现在是用瘦肉了 这是什么 酱油 酱油啦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你的酱油 什么酱油都可以啊 这是什么 你装几汤匙 一汤匙酱油 一汤匙的酱油 一茶匙的黑酱油 跟一汤匙的酱油 跟一汤匙的酱油 然后两茶匙的糖啊 然后 我换三百米的水啊 Go with porridge and rice is very nice 因为它很过味 配饭配粥都非常好吃啊 非常下饭 OK 下去试一下味道 OK 在这里啊 如果你们试一个味道哦 刚刚好咸 是不够了 刚刚好咸不够 要咸一点点 因为豆腐有 豆腐放下去 有水分 这个味道就淡了了 对 豆腐本身会 有水分啊 下去就淡了 所以你要 把那个味道调淡了 所以你试味道的话 会需要咸一点甜一点 对 才算是刚好啊 OK 这个你花椒 有看你喜欢花 一般上你可以放到一到两茶匙 一到两茶匙啊 我这里放两茶匙 如果你要更加有花椒味道 最好是爆香一下 刚才我又没有爆到 最好花椒 OK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勾一点少许的芡 芡粉 OK 少许的勾芡啊 勾芡就是薯粉加水啊 嗯 每次都用辣豆拌酱 其实没有辣豆腐 辣的豆瓣酱也可以用吗 嗯 OK 如果没有辣的豆瓣酱 你就不是这个真正的一个 不是正宗的麻糊豆腐 对对 正宗的麻糊豆腐 会需要用 OK 我们把这个豆腐倒下去 辣的豆瓣酱 可以用黄豆酱吗 如果你没有蒸的是没有的话 还有这样的味道的话 你可以用黄豆酱 可以用啦 可以用黄豆酱 但是你如果 再加上一点辣椒油 加一点辣椒油 加一点辣椒油 我放一汤匙的料酒 一汤匙的料酒啊 一汤匙的料酒啊 嗯 你去看得出来 那个颜色已经是 如果有 很香了 其实我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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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呢 你小心哦 你的豆腐不要 不要 豆腐不要给它 不要 散掉哦 搅拌的时候要小心 可以 可以不要花椒吗 可以不要花椒吗 可以 可以啊 不要花椒也是可以啊 你如果 没有辣豆瓣酱 你可以用黄豆酱 可是味道就没有讲正种 其实那个花椒啊 才是真正的 放一点油在上面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怕辣 所以才会问这种 这个就是要有花椒 才有那个 你的香气是吗 嗯 可以 哦 看起来就非常的 对 哦 适合拌拌吃啊 在这里呢 那么我们餐厅呢 就是这样子是咯 我们有辣椒油啊 辣椒油 好 辣椒油 淋上去辣椒油 哎呦 整个就很美了 好 ok 如果有辣椒油 你可以加啦 加一点辣椒油上去 整个整个就 就很 颜色就升华 你麻婆豆腐煮好的时候 你的鱼也刚好烤好了 对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鱼还是需要翻面烤的对吗 看一下 老师看一下 你这么不用这个呢 要用提秀 你好笑 我来我拿 来我们这个 吃辣会弄到喉咙痛啊 啊 你就 尽量不要尝试啦 我们不会很常吃 你可以这样来煮 用黄豆浆煮 没有辣 黄豆浆是没有辣的 无限 你还这样来煮 你的豆腐也是好吃的 就是豆腐酱豆腐咯 这个 哎呦 很脆皮的感觉 你还可以再烤一下 如果你还不够脆咧 我们可以烤 焦一点 再烤一下 再烤一下 嗯 我们再烤个几分钟 嗯 因为这个这个鱼是很很很清甜的哦 我们再烤 一样200度啊 嗯 200 我可以220度了 烤多6分钟 烤多6分钟 我要比较脆一点 嗯 表情其实是 啊 阿嘎阿嘎在用 air fryer oven 所以它不是很很准确的 是大概大概一个方向 所以大家如果你在用 air fryer oven的话 可能你会用的比较好 一个概念啦 你就是 如果你在烤鱼的话 我们就是会先热那个铁盘 放油热铁盘 然后再把鱼放上去 然后鱼皮是向上的 这样子去烤 烤到它 你觉得那个 皮的那个脆度是摸起来OK的 就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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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我就要做 sa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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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ce 对 就是 salad OK 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样 salad 你要给它 salad 味道生活的话 你一定要有这个风干叶 风干叶 对 风干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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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干叶是灵魂啊 灵魂来了 它味道是它的香气啊 嗯 所以你可以切入它 OK 我们把风干叶切 又 切碎 OK 表弟有保养脸部吗 为什么看不到皱纹 没有 他没有保养脸部了 哈哈 那为什么看不到皱纹呢 蛤 有啦 我们皱纹很潮都有啦 所以你有在在保养脸的没有 没有啦 我从来没有没有用 所以你的脸要表养 我的脸就不要表养 嗯 你在讲什么 OK 辣椒油怎样做 辣椒油辣椒干叶辣 OK 如果你有炒那个chili bowl chili bowl chili bowl 你去放多一点油去炒 那就是辣椒油了 炒的时候浮上来的 油换多一点 浮上来那就是辣椒油 如果没有chili bowl 要这样做辣椒油 一样的辣椒干 炒辣椒干 炒辣椒干 加油 就是辣椒油 对 辣椒干 加油 就是辣椒油 如果你这样的炒辣椒加油 你可以放一点葱 葱 葱下去 放一点青葱 就是拿辣椒 去爆油啊 嗯哼 那个辣椒就是辣椒油了 辣椒干去爆 那么你放一点大葱下去咯 或者葱头直下去 主要是那个辣椒油 变成有一点葱 葱香味 OK OK 这个很重要 What kind of leaf in English 来 封干叶的英文叫什么 我又忘记了 哎呦我英文不管你吗 哈哈 来 请问观众有人会吗 封干叶的英文叫什么 来我们就把这个 真的是忘记了 我记 就是曾经有讲过 然后忘记叫什么了 咖啡尾 是吗 好像是哦 对对对对 对是是 感谢你的回答 谢谢Helen Hooker OK 多了吗 表弟调味一几磅 哇 来 你在找什么 你看又又又好像东西是 没有搞小棍了 这个收掉 OK 这个风干月啊 就是你丢又又它了哈 咖啡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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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切到 差不多很幼很幼啦 OK 然后加上我们的 麻油尼斯 对 跟炼乳啊 OK 这次用的麻油尼斯 不是日本的麻油尼斯 这次用的是那种 这个是在我办公室哪 过来的 这种那种 茶面包的麻油尼斯 那种 比较偏酸的麻油尼斯 对啊 这个比较偏酸 对啊 你知道日本麻油尼斯 跟这个麻油尼斯的差别吗 有差别的 有有有 这个比较偏酸一点 啊 这个才 才是 这个是比较香的 这个比较香 因为我办公室嘛 日本的麻油尼斯啊 嗯 就是可以单单 配鱼吃了 对 刚才那个 就会 它配 一点酸一点 都OK啦 OK 我们大概倒个几汤匙 几个几汤匙 OK 我们倒四汤匙 四汤匙啊 这块要用完了 你直接用完它 这个是风干叶啊 不是柠檬叶啊 风干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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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我们就是尽量的把 麻油尼斯 挤完出来 哇 哇 表弟挤到脸都红了 哈哈 OK 这个先挤完了 嗯 我们牛奶啊 煉奶 煉奶 牛奶 煉奶 煉奶几汤匙 两汤匙 煉奶 肥哦 肥啊 煉奶那么甜 不过这个是好吃的啦 这真的是 这个是好吃哦 很好吃的一个 调味酱 当然如果的话 我们就 柠檬汁 加一点 青柠 黄色也可以 西柠檬汁也可以 嗯 一般的柠檬也可以啊 这个是青柠檬吗 加一颗 加半颗 请问表弟其他的鱼也可以这样 可以 对对对 可以啊 一样的煎法啦 这样的煎法 在这个 其实你 你脸风干叶啊 切右一点 这个很粗哦 要切一点 哈哈 再切右一点 这个切到太粗了 你看它很明显 它应该是不能太明显的 太明显的 对对对对对 也不用换太多 换刚刚一换一点 是OK的 我感觉它多了一点 因为我们的 这个麻油力 没有换很多 What milk is that bean 英文 啊 煉乳的英文叫什么啊 啊 你要泡 Condensed milk Condensed milk啊 Condensed milk 不是这样挤的 要把plastic bottle 造反 敲一敲就出来了 哦 哦 这么厉害哦 表弟就是用满力做事啊 哈哈哈哈 哈哈 OK Condensed milk is secret secret ingredient 这个放在碟子里面 ok 如果你要它容易一点呢 你就放在冰箱里面 这个 冰箱里面它就 比较 嗯 那个浓稠一点啦 嗯 不会这么水啊 啊 现在太水了 所以我们放冰箱 给它凝固一点点 给它变低一点 嗯 嗯 这样就不用 这样我们的 鱼好了咯 你看几容易 哎 哎 小心 是啊 有这个glove 不用 一定要用那个布 哎呦 好像脆皮烧肉这样 哇 煎到没有 嗯 嗯 但你还需要反面煎吗 不用不用 就好了了 这样子就好了了 好 OK 你看我们的气心斑 啊 很快哦 对 如果你要煎 如果你要炸更 煎到更脆的话呢 啊 当然我这个是说 有咬下去的话 它有一个 有跳上来 跳上来 好 你可以反过来 如果你要更脆的话 你可以反过来 好 基本上是可以了 来 是不是很快很简单 我们的气心斑 就这样煎好了 对 不用去 特别去 理它 如果你用一般的锅油 去煎的话 你还要去看油啊 对对对 看那个鱼有没有煎熟 因为fire oven 我们直接拿 丢进去煎罢了 然后我们去做 我们的麻婆豆腐 哎 气心斑就好了 对 这个就好了了 简单快速放在旁边 OK 我们酱料也做好了 放一点 青色的那样 Decoration Decoration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是最后一道菜了 最后一道菜就是 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一盒的 一盒的 那我们最后一道菜是这个 蒜蓉炒奶白菜啊 OK Yeah very nice is simply and fast 对 简单又容易 简单快速啦 可以表弟叫你简单煮咯 OK 一样的先热锅 洗一下锅 刚刚吃 炒麻婆豆腐的锅 炒麻婆豆腐的锅 小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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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刚进来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浇最后一道菜了啦 对 鱼有腌吗 鱼要稍微腌一下 你怎么样腌 颜鸡鸡粉 哦 鸡鸡粉啊 颜鸡鸡粉 我们是放那个 盐鸡粉 颜鸡粉 你可以放盐就可以了 放盐巴就可以了 放盐巴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盐鸡粉 盐和胡椒粉就可以了 盐和胡椒粉啊 盐跟胡椒粉啊 Can teach kimchi fried rice 这个应该是 深夜厨房的那个食谱啊 OK 会红奖可以啊 这个拜三哦 看面这个拜三哦 Yes 这个礼拜三怎么了 礼拜三 Vera主 哦 Vera直播啊 这个礼拜三 Vera直播啊 表弟是有事情 我没有 我是 我是大东方 我们有开会 表弟要去开会啦 就这个拜三 我在马力甲 嗯 参加大东方的一些 你有签书会吗 蛤 没有 大东方的 大东方的一个 seminar 表弟就是保险行业 有事情做啦 礼拜三 OK 他会在马六甲 那拜三的话 会由Vera 来交直播 嗯 大家可以现在开放一下 想要学什么 西式的或者是韩式或日式的料理 金鸡炒饭 刚刚有人讲了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看还有没有什么 别的想学的 OK A-Fryer很难洗叻 不会 不会 这样烤鱼 A-Fryer会难洗 不会 你一定是没有看过表弟讲洗 如果你 还是你是用别的牌子 别的牌子就难洗 哈 没有 别的牌子很少 上面是固定的 就麻烦了 对 我们是304白杠 很容易洗的 鱼可以代替 可以用鸡来代替吗 可以啊 你要这样子拿去 鸡来去炸一下 拿去就可以 可以 你就直接盐 炸鸡粉的话 我们这个很简单 OK 你放了什么 我们放了 盐 三分之二茶匙 三分之二茶匙的盐 跟鸡精粉 鸡精粉 一汤匙的 也是三分之二汤匙啊 然后一汤匙的料酒 没有 鸡精粉一茶匙 那个 什么 料酒一汤匙 OK 再加 半汤匙的水 两茶匙的水 两茶匙的水 鱼可以用鸡来代替吗 可以 可以啊 就变成沙拉哈了 这样沙拉哈 对 我们这个是沙拉七星斑 你用鸡代替的话 就是沙拉哈了 这里啊 放一点马铃薯粉 马铃薯粉 这个是我们炒的一个种酱 好 我们勾芡 勾芡的酱 一个芡粉 好 OK 水滚啊 水滚放点油下去 固对锅有浇过了哦 固对锅 来来来 水滚啊 放油下去 好 你放点 菜下去 刚刚表弟是做了什么事情 哈哈 你要看油 油就倒下去碰一下吗 来我们 放一点奶白菜拿去 汆烫一下 对对 这个汆烫呢 红钓鱼也是这样烤吗 对对 也是啊 OK 炸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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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不能麻米老大提给我 小柏菜也好 这个菜好了 不能汆烫过熟 烫一下5分熟就拿上来了 而且这菜不能炒10分熟 炒熟的话 里面的水分一流出来的话 整个菜就老了 就口感就不同了 所以炒这种菜要小 它会炒 因为青菜 煸泡菜也是浇过了 那个韩国泡菜你要跟维拉一起 维拉其实有浇过了 而且它的韩国泡菜 腌得蛮好吃的 虽然我没有吃过啦 有啊上次上次有做的很好吃 来我们放蒜米用啊 OK我们把我们的蒜米 蒜米炒进去 鸡根卡兹丼 哦可以哦 好来鸡根卡兹丼 进去炒饭跟淡堡 我问他啦三选一 看他要浇什么 OK这个蒜米用不能给它太熟 太浇啊 OK我们蒜蓉炒熟了 再炒我们的奶白菜 表弟不好意思 每次只会看没有学煮 其实也OK啦 你只是看的话 你当分节目看 有娱乐到你 我们也是OK的 都不一定要跟着学煮啊 至少你对烹饪有一定的知识啦 认识 有一定的认识跟知识啊 你知道什么是勾芡 你知道什么是拉油 你基本上就是会被人家讲 你是会煮饭的啦 小地败是你做主播吗 对 在家里是你做主播 如果在家里的话 一定是我做主播啊 如果是在公司的话 米奇才会做主播 韩国煎饼啊 韩国煎饼好像有做过了 好像有做过啊 OK把这个吃了 这样我们就好了 看我们的菜 我才在聊天罢了 我们的菜就炒完了 对啊在聊天了 简单快 我们今天的三道菜就这样子完成了 不能炒太熟啊 OK 给大家一个观念啊 奶白菜不能太熟 对 五分熟就刚好 这个麻婆豆腐已经煮好了吗 诶 煮好了 OK 刚进来 麻婆豆腐在这里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麻婆豆腐的食谱 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嗯 诶 诶 一模一样诶 只是擦了辣椒油 辣椒油流上去它发亮啊 这上面有辣椒油 有加一点辣椒油 所以它有红红啊 嗯 好 这个是麻婆豆腐 亮亮的奶白菜 对 这个可以跟我的食谱去写啊 给大家看一下食谱啊 嗯嗯嗯嗯 我们的食谱 来 我们是用猪肉碎啦 200克 嗯 两盒的嫩豆腐 四朵 冬菇 OK 完全是跟刚刚表弟的做法一模一样 对对对 那是我的那个就 那个 嗯嗯嗯 花椒我要放多一点 花椒放多一点 给它香一点 以前我不吃不大会吃花椒 我就放很少 最近因为我们吃了很多这个中国料理 所以一个花椒花椒 开始胃口痒到比较重了 要重一点对 好 这个是我的食谱哦 如果你们有没有我食谱的话 这里有60道菜 你们可以下单来买这一块 我喜欢我的食谱的话你可以打B1加1 B1加1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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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三道菜 首先是我们的麻婆豆腐啊 大家都看到了 对 再来就是我们的气心斑 嗯 哇这个sauce看起来很不错哦 好像也要给你吃哦 沙拉气心斑 我牙齿有一点痛 我觉得你叫慧弘来试吃比较好 不然我咬不太到 然后还有我们的蒜蓉炒奶白 嗯 哇这个很香哦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这个蒜蓉香味很香 我摘一下 感觉这三道菜都 这个很下饭 这三道菜都很下饭 对一流 真的是一流 我们有下饭 我们就 表弟有打算出第二本书吗 会啊会啊会啊 一定有只是不是现在 现在是 这本书是几时出的 这个是去年出的 去年出的 嗯 可能明年或后年啊 才会出新食谱啦 如果你希望表弟 赶快出第二本书的话 一定要每次都看到他的直播 然后都分享他的直播 多多支持他 对 如果你这食谱 这样可以推他的东西 往后我会想 我一直想要开 计划啦 我在计划会开一间 呃 其实我不 呃 开一间什么 本来要开cafe啊 什么我都有 啊你表弟要开一间表弟的cafe cafe 或者是呃 餐厅啦 茶室啊 茶室啊 主要是我要把 最近很流行茶室啊 对我要把呃 一些呃 can you scrupa fish yes can ok soppa fish啊 grupa grupa ok 这个ok 这里就是很多很多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 蛮 蛮上手的一些菜肴啦 而且很多菜肴都是在我餐 做餐厅的时候 是 我买大概也 就是很销 销很销 就是 很受欢迎的一些菜肴都在里面 嗯 那么如果你们认为 我想要有本表弟的食谱的话 你们可以打当B1加1啊 来 表弟的食谱B1加1啊 来呃表弟如果在马六甲 可以买到你的食谱吗 马六甲没有你要上网 对 表弟去马六甲是去工作啦 啊他不是去 对 他他应该是没有时间 ok 如果你真的要的话 你打当B1加1 不会要免 啊是免牛的啊 免牛你不要很熟 寄到你家去啦 表弟的食谱 就像是我的主食字典一样 没有他不行 哇 谢谢谢谢真好 ok ok 西马免牛啊 你们要去打一 啊 来我们的食谱啊 六十道中英文对照食谱 ok 八十八块加钱 西马是免牛 不管你在马六甲 买的话是都免牛的啊 东马跟新加坡 就会要运费 ok 东马运费三十 新加坡四十 那你打上B1加1的话 就可以下定单 对 来我们给小弟吃一下啊 来啊 好 你可以吃一下 我牙齿有点痛了 咬不太到东西 嗯 这个菜ok啦 ok 哦这个星斑啊 擦星斑啊 它肉很美 咬不到 咬不到 嗯 辉龙帮忙吃菜一下 嗯 嗯 嗯 辣米 辣米 哎呦 有没有配那个酱 ok 你吃这个麻婆豆腐勒 嗯 嗯 好吃 你喜欢哪里的 都喜欢 都喜欢 哪里的 哪里都有那个 啊 什么 花椒 啊 花椒 啊花椒下去特别不同 嗯 可以烧烧 嗯 嗯 ok 要 这个要学哦 好啊 记得你在调味的时候 调到好好 味道调到好好 要 咸一点点啊 嗯 ok好 那么就把整个都 因为豆腐放下去 豆腐有水性嘛 水 变成你的味道会稍微淡一点 所以要放 一点点咸 对 要放比你四的时候 还要咸一点 放豆腐就刚好 好 就是我放两叉式的花椒 花椒下去 哇 咬到花椒真的好 很香 嗯 好 那表弟你是不是有东西要讲 ok 米维利的那个 ok 米维利对 我会在米维利有 Coming这个 五号六号七号 五六七号啊 我在米维利的 这个 那个 什么地方 就是他的那个顶楼的那个 最顶楼的叫 叫什么 这个 哎我打 我的电话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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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礼拜了 嗯 这个礼拜的五六日啊 表弟有那个展啊 嗯 有一个废 ok 啊 我们有个 food place Exhibition center 是吗 Exhibition center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就是 你懂我 懂表弟在讲什么 ok ok 展示厅啊 这个展卖厅啊 ok testfully啊 testfully 展商品 ok 展 餐展商 ok 5月6号 啊 8月5号 6号 7号 就是星期五 8月5号 6号 7号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我都会在那边 ok 就是这个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日 都会在meat valley的顶楼 还有 很多人想要买保康鸡 当天会有保康鸡 啊 当天也有保康鸡 所以你可以去到那边看 啊 如果你对表弟的产品都很好奇 到底他的产品是不是 哇 真的这样好用呢 这样神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现场都有 现场看看我们的 嗯 那你现场会煮吗 啊 现场 会做一些料理啦 嗯 会做一些简单的料理啦 可以大家来去试吃 去玩玩去看看 嗯 我可以做这个给大家吃咯 哦 可以哦 七星吧 道路不能考 因为 有马来人 有马来人 对 好 那我们就到时候见了 对 好 那最后感谢大家的 观看点赞分享哦 也给我们不少的信心 嗯 那么我们 星期三 五点半 Vera 对 在乎重新 OK 刚刚我看了那些comment 好像大家是讲 Kimchi Fried rice Tempura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哇 韩国餐日本餐哦 鸡肉冬饭是吗 这三个我看到是这三个啦 我会问他 有没有兴趣要教这些 哈哈哈 OK 最后是咯 那我们礼拜三五点半 再看看Vera会教什么 到时候会公告给大家知道 嗯 那我们礼拜三五点半准时见 OK 最后的最后呢就是 如果要下单的话 你可以吗 对 最后的最后啊 如果你要买食谱的话 请打上V1加1啊 对对 这个六十道食谱你买哦 你基本上你可以开店了 对有这个你就可以开餐厅哦 这个是餐厅的菜肴来 里面就很多很多餐厅的菜肴来的 Yes Ciqen katsidan OK好我记得了 好 好那我们 嗯 有哦 这些料理啦 我的干净哈喽 你们一定要写哦 干净哈喽 这个干净哈喽 每个人都吃到很好 这黑胡椒也是 黑胡椒 要削虾球 我给你看这个哈喽 其实 这就是大草的 大草的 经典菜肴啦 OK 我给你干净哈喽 OK 好 来 最后 就这样啊 感谢大家 如果要我的食谱的话 你可以吗 B1加1啊 西马面油啊 嗯 西马面油 东马30块啊 好 来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留守跟观看 我们礼拜三五点半准时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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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